大家好,这里是宋叔新宇 今天在一个韩国网站上看到一个消息 很有意思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网站叫BigData 韩国的大数据 它里边讲说韩国的新能源材料公司 Shinsong Delta Tech的股票最近大涨 原因是因为美国化学协会 刊登了一篇关于超导材料LK99的积极的论文 这个Shinsong Tech我们先看一下它在哪 它是在韩国的南部青山南道附近 实际上是在昌远 我看这个地方乐了 为啥呢 我原来单位的工厂就在这边 你看果然离得不远 这是Shinsong Delta Tech昌远的工厂 它网站上主要显得 他们是做洗衣机或者其他的东西 也做新材料 包括一些太阳能的薄膜等等 边上就是我原来单位 Odys韩国 Odys是美国的一家电梯公司 它收购了LG电梯 看到了吗 这是一个大的实验塔 那么它边上呢 其实就是LG电子 原来这两家厂的是一家 一个是LG电梯 一个是LG电子 后来呢 LG电梯呢 就卖给了美国人 成了Odys在韩国的分公司 所以呢 后来我们单位呢 就叫Odys Korea了 OEK了 这是一个故事 那实际上啊 这家公司啊 它到底 它是不是蹭了这个 这篇论文的流量呢 我也找到了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写的很有意思 这篇论文啊 是 帝国理工学院啊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一篇比重要的论文 实际上在欧洲啊 已经有很多学校呢 发表过各种各样的论文 有浮现研究的 有做实验的 理论研究的居多 那这篇论文呢 是帝国理工学院的三位这个专家写的 分别叫 一作叫 Kanta O'Goa 那是应该是个日本人 叫小川宽戴 目前呢 他是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啊 做博士后 他研究的兴趣呢 主要是计算材料学 光电化学和光催化 曾经在日本东北大学啊 获得博士学位 二作呢 叫Kasper Toborg 那么他目前呢 是在伦敦帝国学院材料系 做研究员 他研究的兴趣呢 主要也是计算材料科学 曾经在丹麦科技大学呢 获得了博士学位 那三作呢 就是他们的老师了 阿尔伦沃什 他是伦敦帝国大学的教授 也是韩国梨花大学的物理系教授 他专注于这个化学和光催化材料 并且是在这个计算材料方面呢 有很多成就 有过大量的论文 他是剑桥的博士毕业 这位阿尔伦沃什啊 他是很厉害的 他曾经啊 发表过480多篇论文 他曾经用系统的阐明了 厚过度金属氧化物的立体化学原理 也就是孤对电子模型 这个模型的被广泛使用 那么他的论文啊 在Science上收录的 被引用的超过了3.4万次 那么获得了呢 14000多次引用 曾经担任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 学术器官的副主编 他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里边呢 有9个人称为正牌教授 有3个人称为副教授 那本人呢 也是一个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精英研究员 那么他是一个跨领域的学者 在材料科学 化学和物理领域都有杰出贡献 所以这三位作者应该说都是伦敦地固学院材料系 对这方面研究比较领先的学者 那论文的题目啊 叫千磷酸盐类食应中氧占据的模型 就是千石磷酸六氧 这么一个 总体而言啊 这篇论文的主要是研究了 氧的化学计量变化 可以调控千石磷酸六氧 从绝元体到金属的转变 为这个材料设计和应用啊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当然这里边呢 作者啊 对LK99这个超导性判断啊 是谨慎的乐观 或者说是稍微悲观 那你说他是完全是导吧 他也不是啊 他提出一个谨慎的乐观 那根据他的论文内容啊 这个计算结果的显示呢 就是千石磷酸六氧的 具有固有的抵制 空穴掺杂的趋势啊 很难实现这个P型掺杂 这对实现超导是不利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沟道中的氧啊 抑郁形成过氧根和超氧根 避免呢 自由再留子的产生 也不利于超导 第三呢 是氧的异味 将显著影响材料的电子结构 这种化学剂量的敏感性呢 增加了复制和控制材料特性的难度 这也可能说明一个角度啊 我们过去的那些复现 为什么都失败了 带野号的失败啊 那么LK99的合成过程啊 可能导致氧氧根的形成 引入额外的不确定性和变量 那虽然有计算显示呢 同掺杂引入局域化平坦代 但距离环境友好的超导 还有一定距离 你看了吧 他是不是谨慎的乐观 还有一定距离 所以啊 作者呢 还是认为呢 LK99超导的在线性和扩展性呢 还存在一定的未知数 或者是困难 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和理论探索 目前呢 还是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 那当然了 这里边呢 之所以韩国股市长 还是有他的 对于乐观的 对于LK99 比如他对于LK99的这个电导率 会随着氧的浓度而变化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论文里边提到呢 就是说当LK99啊 失去氧的时候呢 会形成两个电子缺陷 而电子占据千的传导带 使材料呢 呈现了金属导电 当氧过量的时候呢 会自发形成过氧化物 或超氧化物 避免了自由载留子的产生 于是呢 这个就维持了这个绝缘态 那控制氧含量呢 可以使LK99啊 从绝缘体转变为金属 这是什么呢 不就是MIT吗 老金同志搞了半辈子的 绝缘体到基础体 金属到绝缘体的转变 不就是这个玩意吗 这说明啊 氧的化学计量 对LK99的电子结构和电导率 影响很大 通过精确控制 这个含氧量 可能提供一种改变 LK99超导的一个途径 当然啊 现在这上面啊 都是理论上的思路 实际操作可能还有很多困难 需要进一步验证 就不想出来 但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思路啊 它为改善这个LK99这个电导啊 提供了新的视角 如果能在实验中验证 并实现控制 将对LK99超导的研究 就有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想啊 是不是 LK99原始的那个粗糙的论文 他就是没提这一点 或者是他们也没意识到这一点呢 难说 总之啊 就这篇论文呢 它实际上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养浓度影响电导率 这个思路 如果能在实验中实现这个 会对提高LK99的电导率啊 提供一个新的途径 所以这个论文啊 对LK99应该说 倒这方面 还是我觉得是更偏重的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韩国的那个股市 就是那家小企业叫什么来着 也不是小企业啊 叫Shin Song 它的股票涨的一个原因 那回过头来 我们说一下 发论文的这家机构 叫什么呢 叫美国化学学会 我们看一下它的网站 这是发论文的 美国化学学会的 它的这个 这篇论文的首页 那么刚才呢 实际上它是有几篇论文的 一个是论文主体 还有一个补充材料 Supporting Information 这是 我会把这个链接的 放到网站的 放到视频下方啊 那这个ACS啊 它实际上是美国化学学会 的一份期刊 叫ACS Energy Letters 就这篇论文呢 是登在 ACS它的能源科学的 呃 期刊上的 那主要是刊登 新能源科学和技术领域的 研发论文 那么 ACS Energy Letters啊 它是 应该说还是个 比较重要的期刊 呃 因为ACS本身呢 是全球最大的 学术性的化学组织 啊 它出版的期刊呢 还是有比较高的 这个学术影响力的 这个ACS Energy Letters呢 创刊还是比较晚的 因为它是细分出来的 它是2016年 创刊 是ACS下边呢 专门啊 就是发表这个 新能源科学研究的期刊 所以ACS Energy Letters 发表的这个 关于LK99的这个研究啊 那这一篇的论文呢 还是比较有分量的 这也是为什么 韩国的股市 有一些股票呢 趁机就蹭一蹭 要涨一涨 呃 那关于这个 目前来说呀 我们讲过几十篇论文了 大多数论文呢 都是在archive上 发表的预印版的论文 据我了解到的 这是第一篇 在一定程度上 谨慎的乐观啊 可以说支持LK99的 某些超到可能的 一篇研究性论文 在正开上 第一次发表的 那么随后啊 会有更多的论文 支持或反对 在更大的 这个 正规期刊上发表 LK99啊 它引发的这个 研究的这个热潮啊 还远远没有停止 有很多的这些烧炉子们的 年轻力壮的博士们 现在呢 烧炉子开始在 写论文 写专利了 哎 那么 未来一周啊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盯紧 LK99 可能召开的 发布会 那好的 关于 ACS上的这篇论文啊 和大家聊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